大家好,我是小脸玩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低配上大名式的这种 只需要散剑一速157就行了 SB研磨散剑一速 宿命森 156、157都行 越快越好 我这一速恰巧是三位 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 散剑啊、招财啊、火灵啊 什么都可以 火焰机 共浅速森森 240的速度 第一天 魅妖速森 230左右的速度 就可以 荧幕连 速森报 森森报 都行 超新 SB花 争女公共爆伤 超新 SB大蛇 后世超新 小三风和SB学典 都是轻女房的公共爆超新 莲花 树命森的森林 或者人被邀都行 驴妈 森森报 满报 棒筋 速度低于128 不然会卡火 这个这种的特点就是 中速 甚至大多数都是后手打法 欲魂的练度要求比较低 哪个大名式的低宝 很简单 遇见常见的这种 基本上都能克 我们前三手不变 阴地研磨 对面如果有SB大蛇 我们就四手五手 一目连加水女 或者一目连加小三风 如果对面上腹肌 我们就一目连加小三风 或者一目连加大蛇 对面不上一目连 并且乱七八糟 看不懂 四手SB花 五手大蛇 或者是五手花驴 随便 这个这种翻排简单 操作简单 因为我们是搬S3研磨的 所以这个这种 最快的SB研磨 我们上SB研磨 要不对面白面抄你 要不对面也上研磨 不然的话一般抄不了你 它如果上研磨 震动下坏 我们五手拖SB大蛇 一般上SB研磨 是没有盾的 我们上大蛇一刀秒 对面如果上腹地研磨 开局得放技能 没有时间解种子 也没有套盾的事成 所以的话 我们上SB大蛇 加一研磨 就能很好的投机 并且你五手上驴骂 还可以强行五五开 正是这个阵容 能打好多阵容的一个原因 低局的话 我们对这样一个舌月阵容 对面搬火焰机 所以的话 我就把火焰机换成千斤了 本来是应该上雪女的 结果一不小心上错了 上夜刀神了 问题不大 上雪女的话更好赢 开局研磨虽然比较快 但是没有按住对面大蛇 露空了 然后腹肌把蛇丢给了一木链 大月丸 一下咬住了夜刀神 我本来想等比丘尼 给一木链套扶火的 结果对面斜战特别猛 两刀斜战 一木链没了 问题也不大 一木链死了 SB研磨无消耗 放到一个大招 我对面大月丸变形了 只要对面大月丸变形 那基本上赢了 这样就可以保证 我们的夜刀神不会死 SB的大蛇 第一天控制对面腹肌 腹肌是把蛇收回去的 但是被我第一天控制了 它也没有用 牵击扣对面鬼火 这下就没有悬念了 对面的人都被我控制了 只需要等就完事了 第二把的话是 对面白面蛇的症 我们直接选举加一木链 对面一套操作魔龙虎 它第一天控制研磨 然后大蛇把我研磨秒了 没事 其实这一局的话 它应该省得疾风第一天 然后第一天控我的雪女 比较好 但是它是拉到大蛇 所以导致我的雪女 有机会动作对面第一天 雪女是比较克第一天的 第一天也能反克雪女 然后只要雪女把第一天控住 一木链 只要不死 放个大招 把对面大蛇克制了 所以这个阵容 它就没法打了 这个阵容的话 也是毫无悬念的拿下 而且我们雪女 还有亲女房 还能复活 哪怕被对面第一天摸到了 死了之后 如果能亲女房 也是可以赢的 打蛇你就上雪女加一木链 基本上是很好打的 第三局的话 对面是负离地 研磨SP花 这个也是老阵容 我们这个前三手还是不变 四手 负肌加SP大蛇 或者是SP花加大蛇 都可以 这样的好处就是 秒人很快 对面招财研磨又抄我 没关系 让你抄 对吧 问题不大 然后它负肌咬我的火焰机 我负肌咬它的第一天 其实我们这个阵容 核心就是第一天 只要第一天不死 它就能打 它如果咬SP火焰机 想的是扣我的鬼火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吧 SP火焰机 变了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天 控对面的腹肌 被冻住了 没有关系 这个是为什么 第一天要比灰烈机慢 灰烈机上来的话 第一天去散 依然可以控对面的腹肌 然后腹肌上来 结种子 它的腹肌 打我们一下 给我们灰烈鬼火 等大蛇上来 这个大蛇 本来我想要不要普攻一下 一看 如果对面花出手的话 我SP火焰机必定要死 为此的话 我一定要让SP火焰机 死了 也有点作用 所以我大蛇被迫放个大招 放个大招之后 SP火焰机变成宝剑了 每次SP火焰机 这个宝剑行动的时候 会回一点鬼火 这样的话 也能保证我们有 很好的鬼火量 我们有腹肌加地天 对面地天 马上就要暴毙了 我们地天来回控对面的人 那就可以了 腹肌又可以放大招 他腹肌又没有控住了 然后他又没有别的单位 他有烟魔 我有烟魔 是吧 我们的五五开 大蛇死了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阵容的话 就优于在 我有地天 他们有地天 所以的话 基本上也是稳妥的 这三把都是后手反打 一路上分 胜利的话在70%左右 这个阵容的话 是简单又粗暴 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让大家也能轻松地 拉到大迷失地宝 对面上蛇蛇 我们上雪莲 对面不上蛇 我们偷大蛇 阵容摸不准 花驴配大蛇 简单不自闭 轻松大迷失 散剑给研磨 后手也躺赢 以上的话 就是今天的全面 我是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 告辞